菲莉佩 菲莉佩啊 你爸以前希望你長大以後做什麼 啊 我爸媽喔 他希望我們當鋼琴老師啊 他好有氣質喔 鋼琴老師喔 可是後來就不鳥他們 我們就跑來演藝圈啊 一度鬧家庭革命 也太叛逆 對啊 就不鳥 講人家了 你咧 我爸希望我當檢察官啦 檢察官 檢察官之類的 你好不搭喔 你是色又檢察官的女蜜 沒有想到要戴白色假髮我就放棄了 白色其實還蠻正的啊 還蠻正的喔 白髮模擬 你喜歡那個FU的喔 有一點 走進來 我爸就希望我找一個好老公 然後就當個家庭主婦 好慘喔 對啊 沒有 他不希望看女人亂跑 所以就這樣子 控制女人的辦法 拉拉 拉拉 拉拉咧 拉拉 你在幹嘛 你在找吃的 你好吃的 你那麼餓 肚子有點餓你啊 先喝水 對啊對啊 你爸以後 他原本希望我烤菌硝 軍校喔 因為我爸那邊的兄弟姊妹又從去 我完全沒有辦法想到妳當女軍官的樣子 真的喔 後來也是沒辦法 因為身高太矮 所以你現在就是軍官了 然後就去考護校 本來是要當護士 南丁格爾 軍人的最好的朋友 說的也是 什麼啊 真的啊 南丁格爾 我想要我聽你講就覺得有點奇怪的FU 並沒有啊 不知道韋東哥他爸媽就讓他對 好好奇喔 對啊 韋庸哥 王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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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父親以前有希望你長大 你爺爺 也希望你長大做什麼 我們那個時代啊 軍人子弟就是希望我們當公務員啊 跟我一樣 要不做老師啊 所以我那時候考大學 本來想考導演系 不可能 是喔 那時候那個行業 絕對可能賺不到錢 不過說起我們這個行業 你知道我們這個行業有個很有才華的人 對 拉拉是做音樂對不對 拉拉做音樂 要創作一首歌曲 還要看他整個身體的協調性 好不好 可是我們這位大哥呢 他一聲大做2000多首歌曲 什麼叫2000多首歌曲 那就意思就是說 八年 假如我們用時間來算八年 每一天創作一首 連續八年 這也是一種功能 對啊 很厲害 昏迷行的事情非常不恰當 你待會親自跟他說 我還以為 他會不敢不敢不敢 所以他是一個在音樂界 在我們那個時候是個天才性的人 嗯 當他孩子跟他講說他要從事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覺得他本來是不願意的 但是 沒有辦法 還是抑了孩子 我這樣講你大概知道是誰了 知道 讓我們歡迎 劉家昌 劉導演 歡迎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帅不帅 好帅 70岁 帅不帅 69不要多讲一次 不要多讲 多讲一次 19 1941年生的 43年 真的哦 你谎报两年 不 我那个是身份证选错了 这样子啊 你不是那时候从那个 你身在哈尔滨吧 对不对 对 几岁时候到汉州 六岁多 六岁多 所以到韩国 六岁前面不记得 前面完全不记得 然后在韩国到了 到了读大学的时候 就到我们政大来读书了 考试有加分 不加分怎么进得来 韩国滑桥 韩国滑桥 其实说起来你是个创作人 然后杨哥加起来 你对演艺圈并不熟对不对 不太熟就认识几个朋友 小燕 葛伏鸿 你们这个老的我都认识了 他年轻的我都不认识 你像这四个 您猜您的慧眼 这四个哪一个是歌手 我猜 那个气质感觉像歌手 还是他们每个人唱一句给你听 好 唱一句给我 唱一句 好 下一位 下一位跳过去 这样有可能是歌手 听听看哦 听听个歌手 不是歌手 好 不要自己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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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家最有这个 勇气的一位女儿 好 下来这位 这有出国留学过的 这出国留学的 没过读书的 天上星星数不清 那老歌 那个的都是我的名 那都是 歌都什么 就是爱吧 那个都是我的梦 好 好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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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点有 好好听哦 我有一点有 你说真的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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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诚 忘诚 就被你吓的 不好意思 我太多了 他一直都被一个梦 好 大哥哪一个是歌手 他是要唱歌的吗 最右边这个 对对 嘉宜来来来坐旁边 坐旁边 你主师爷 老板好 来 来 金曲最佳新人奖 徐嘉宜 星光的第一名 对 不得了 声音很厚 很厚 开始的时候太紧张了 那个pitch没有准 对 快听出来了 有个问题要跟大哥聊聊 我说这一次我还为您捏了把冷汗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 这个张唱片啊 念你啊 刘子贤这个唱片 你看全部 你做主很多 跟他上张唱片 几乎 整个的情绪都不太一样 那帮儿子做主 尤其是创作的人 他自己有自己的组件 你也有的组件 夫人珍珍一定站在儿子这边 在家里不革命啊 因为什么他要 自己的新的专辑还没写完 啊 中间这个空档 他就听到一条 他出生的时候 我帮他写的歌 嗯 他说那个歌好听 他出生的时候 我写了一条歌 一直没有发表过 哦 那我在台湾也 来生见都讲过了 就是不再上台了 嗯 就就封卖了 那就没有机会出了 嗯 他说很可惜 嗯 那就把他出了 他选了还有一个 《中国我的爱》 两首歌 他喜欢的 我说你再选 嗯 我们这样选 选了这么一张 嗯 就找翁清晰老师啊 嗯 帮他编曲的 嗯 那么用宽带 在台湾录的 嗯 其实音乐没有什么新旧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国际之争的 音乐应该是没有的 它是个多元化的东西 嗯 你像Lady Gaga 这种偶像的东西 大家喜欢 超酷的 那个Pacelli 它也存在啊 嗯 这音乐是个多元化的 可是导演 我有个问题想问 就是你看到这么多的 这个网路上 有会有很多人 叫Kuso他 要恶搞他的MV 你看了不会 自己儿子的作品 被人家这样搞 你不会心疼吗 他们打电话 我的秘书打电话 来告诉我说 有八千人在骂他 嗯 我想他扛过去就做 扛不过去就算了 听到没有 Kuso把你都看过了吗 我看过了 你都看过吗 我看过 我们打个电话 他就拿下来了吗 他不清翻版权吗 不要拿 Kuso 没有关系 正向操作 这个不是 这个是正向操作 真的哦 不是逆向操作 你来嘛 你谈到儿子 导演就要像爸爸一样的 护卫到整个家庭 有感觉到 大哥这点 我觉得 这个感觉 我看在心里面 是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自己啊 是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无所谓 那上抱着妈妈人 然后被人家修理一下 等等等等 我觉得一生里面 我看你们那么多次 我个泼泼泼泼 这一次我在你脸上看 又严肃又温柔 我觉得你对孩子是温柔的 但是你面对媒体 面对很多事情 很严肃想把话讲清楚 所以你是 你是非常 你是情种嘛 你非常有感情啊 你们把那个导演灯太严肃了 是吗 太严肃 我们来看刚才 我们剪了很多Kuso的MV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剪了很多Kuso的MV 我们看一下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 因为已锁定你 我从不屑空白的日记 日记里全是你 年间的月亮 悄悄流走 又见到太阳 慢慢升起 多少个周圆变换 多少次一年十几 爱不偷懒 始终如意 我从不屑空白的日记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 因为已锁定你 我从不屑空白的日记 日记里全是你 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 哈哈哈 所以短音你看不会心疼 不会啊 真的 大哥 是我的儿子 我不行 但是我算计的很准 MB为什么要拍他们这种模式 我看了很久 因为你们看到那个电视广告 我每一年回台湾来就看 空吧空空 空鸟里空鸟 他说有事分析 那个不是灵感 我分析 你们NB又跑到埃及 跑到巴黎 花了这么大的钱 唱片都是不卖的 为什么这个人的广告 他要付不起广告费 已经就下档了 他每一天会儿都看到他 而且大家印象这么深刻 他是广告效益 他的idea他达到了 他的广告效益 台湾有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广告的 不看 他是一个成功的 我就说做曲家什么最厉害 有一个人我佩服 就是踢足球啊 哦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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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人都会唱这一句 他一句打中了 他这一句叫全世界人都记得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一次我不是要推刘梓天 不是 我一定要隔这个命 拍那个MV的时候是您在指导 对不对 是 你孩子就是按照就这么乖按照您的方式拍 我想不要做怪 不要梳头 不要发型 不要化妆 简简单单 西装领带 规规矩矩 那我很好奇 到底从头到尾吃了多少块牛排啊 就那一块 就那一块啊 一次OK 一次OK的 但是说真的 我第一次看那个那个MV的时候 我以为里面的男主角就是刘导演的 因为他太复古了 我以为是刘导演 我以为刘导演 年轻的画面啊 那我问你 你觉得 我那个复古的 跟你看他们现在所有歌手的MV 哪一个比较吸引人 我老师说 我看子谦那个MV的时候 第一次看我整个大笑 但是看一次就记得了 我就知道 因为什么呢 这大笑耶 当我们拍完了以后 所有朋友来看都笑 对啊 我知道他中了 太好笑了 他笑了 他中了 就怕你看了没有反应嘛 因为我看了一百多个MV 在那看没有反应 摄影师灯光师 其实每天在等 我就不拍 好那天我说 起来拍摄 我想了一个月 就是用规规矩矩的方法 反谱归真了 所以导演像在东港内 这里面那个钻木取火 也是你的想法吗 是啊 他钻木取火的 想要表达的意境是 没有什么意境 你到海边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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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